脱网鱼船入侵导致彭亨北根梦宗一处渔村的大约50名渔民 渔获收入大受影响 这批靠捕捞螃蟹为生的渔民就申诉 脱网鱼船入侵不止影响他们捕捞螃蟹的作业 也导致他们的渔网受损甚至遗失 这名身穿红色衣服正在劳作的男子名叫罗再迪 是来自彭亨北根梦宗的渔民 罗再迪申诉脱网鱼船经常入侵前海违法作业 已经连累了他们这些靠捕捞螃蟹为生的渔民 每一次下海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亏损 根据规定脱网鱼船不能在前海海域作业 但来自临近周暑的脱网鱼船却违法入侵前海作业 破坏海洋生态 但承受恶果的却是那些同样靠海讨生活 在前海捕捉渔获的渔民 为了减少渔网被损坏的风险 这些渔民无法在螃蟹等渔获成群的海域不往 无形中又是另一番损失 渔民也申诉他们并非没有向当局投诉过这样的情况 但始终没有看到任何严厉的执法行动 一些常年在当地捕捞螃蟹的渔民回忆 早期没有拖往渔船入侵时 他们每天都能大场丰收 码头上也经常都有人聚集 就只等着购买新鲜上岸的渔货 但如今随着渔货减少 昔日的人潮已经不复见 码头也只剩下一片寂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